葬红花就是西藏产的红花吗 没买过 按理说应该是吧 不然它怎么叫西藏 是吧 每次去西藏买的时候 不是都去那买这个葬红花吗 葬红花和红花是两个植物 葬红花是鸢尾科的 这样的一种药用植物 那么红花的原植物呢 就是菊科的红花 我们来看 那么所以呢 它是完全的两种药用植物 虽然名字很像 功效也很像 它们俩都能活血化鱼 但是呢 在活血化鱼的基础上 葬红花的药性是偏凉的 它能够凉血 能够解毒 那么红花的药性是偏温的 我们会有很多的这个 血鱼型的 比如月经不调 比如宫冷不孕这样的 血鱼型的疾病 是一个寒性的疾病 我们就适合用红花 那它既然不是西藏产的 为什么叫葬红花呢 还是我们读错了 它叫藏红花 这个大家没读错 它叫藏红花 但是在中国药典里 它是叫西红花 为什么叫西红花呢 实际上这个药 它不是一个本土的中药 它是从国外引进的 这个薄来品 当时引进国内的时候 是路过了西藏 所以我们中原人认为 这是西藏那边来的 一种红花 所以叫做藏红花 实际上它叫做西红花 更好 那我们从外观上 怎么来辨认它们呢 这长得确实很像 对 我们的藏红花 它就是红色的 它就是暗红色的这样 暗红色 暗红色 这样的一个柱头样的植物 那么红花实际上 它是红黄色的 有红色有黄色 那么红花这个采收的时候 它就是等这个花 由黄变红的时候采收 所以它肯定是黄里夹着红的 大家简单地通过这个颜色 就可以来判断 明白了